国王买下来这个当然需要很多的钱 所以呢他们就想尽办法去募盘 当然这个钱呢 他们只有一点点一点点募的话 这个大概要募那么多钱也不是那么容易 可是这个时候呢 就是在全国的这个各地的这种金库里面 有银行界的人进来 他们做了什么事情 他们就觉得说 一个人如果把钱拿到银行里面去存放 那本来是希望他能够生财 那么一个拿到钱的人呢 他应该是为这个把钱放在这一地方的人 做一个最好的一种保持 也要做一个好的社会的一个责任 所以呢他们就为这一个圈脑 成立了一个能源基金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圈脑就得到了差不多四百万 马克的这样子的一个数字的费用 他们算一算大概把电网买下来也就够了 结果呢 这个 大家都觉得这个什么事情都已经齐备了 现在就等了 这个他们也成立 后来他们也成立了一个电力公司 就是EBS 那当时要成立这样子的一个公司 也没有什么问题 那就是 可是他不是一个人成立 是一群人 大概有五百多个人 他们一起到那个公寸 公寸出去 公寸 所以他们是这个公司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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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 所以大概五百个人在里面签名 那个把那个律师都吓了一大跳 可是这样成立了以后呢 事情有没有解决 并没有解决 因为这个 电力公司呢 他就出了一个天价 要求要八百七十万 马克 才肯把这个 把这个电网 这个 让出来 结果他为了这个电网呢 他们觉得说 要不然的话 就是去打官司 说他们这个 在一个不公平交易下 做的事情 那可是 打官司大家都知道 是费钱费力 到时候 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去发电 所以呢 他们当时就 就答应了这个电力公司 然后就讲说 好 没有问题 那我们付 我们会付这个钱 可是呢 我们有一个保留原则 那他们有那么多钱怎么办 他们就到全德国各地去募 然后告诉全德国各地说 他们要成立 这样子的一个电力公司 他们要发干净能源 他们要假求能源正义等等等等 那希望呢 大家来捐钱给他们 那当然呢 很快的也是有很多的钱进来 可是远远不足那么多 那这个时候呢 就他们就去说服那个媒体 结果没有想到德国的媒体非常的非常的乐 就是说他们发信息出去 他们发信息出去 50家里面有15家媒体愿意免费来为他们做宣传 哇 结果他们还不能15家都用 他只选了一家 这个人呢 就是后来我们再讲到德国再生能源里面 有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电视的制作人 阿尔的一个制作人叫做France Art 那他来帮他们做了再怎样的一个宣传 那所以他们在全德国各地就做宣传 然后到处开课 告诉当地的人讲说 电其实没有那么了不起 不是说 不是像电力公司讲的有那么的复杂 那就帮他们去想象说电没有那么麻烦 好 然后 然后这个 接下来很快的 他们就真的在四个月里面就募到了200万 募到了200万 而且呢 这个电力公司受到了这个 这个全德国大家很关心 他们就 他们就觉得说 这下子如果打官司打输了的话 那是很没有面子的事情 所以他们就很快就讲说 我们估计错误 所以呢 那我们现在能够做的事情就是 我们把这个价格讲 所以呢 他们的钱是够了 他们的钱够了 政治上 他们也经过了公投 那么法律上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呢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 是在于 这个 是不是真的有全民的共识的一回事 那这个时候呢 电力公司就很厉害 就出来就讲说 好 呃 你们有这样的一个条件 可是呢 我必须要由 人民自己来做决定 那这个时候就是一场空战 那大家都知道 这并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电力公司看起来就是那么庞大 我那么厉害 他们就秀出很多的机器 我可以放很多的电 你这一群叫做 Klein-Fritz 就是一个可以做水电工的人 你去 你是有热情 没有错 也许把这个热情放在别的地方 不要来增电力这一块 那 那这个时候呢 呃 他们就是 唯一能够做的事情 就是不断不断的去说服 他们就是挨家挨户的 去跟当地的民众就讲 为什么他们要做这样的事情 而且呢 甚至就一家送一罐那个果酱 就让他们在吃早点的时候 可以看到那个果酱 果酱上面写一个mine 就是说 哎 我们不要那个 那个大人电力公司 我们我们 我们 哎 我们现在决定要拿EPS 来供应我们的电 那 结果最后 这个两边都真的非常的厉害 可以讲说是 把整个喧闹 分成了两半 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 一个政治的动争 你随时可以在路上 就看到人家在谈能源 谈了能源的时候 就有一边会发火 发火的时候 就会吵起家来 这个是非常厉害 结果最后呢 终于这个决定的日子到来的时候呢 这个其实不是只有小阵上的人 是全德国各地的环保团体 他们的反合团体 他们觉得他们知道说 这一仗不是只有 这个喧闹的胜败 或者EPS的胜败 而是整个德国两个团体的胜败 结果这个好紧张 我自己讲的这么很紧张 最后呢 他们那个地方分成两个投票箱 第一个投票箱输了 第二个投票箱 赢了 合起来 贤胜 结果他们真的是叫做贤胜 那后来大家问说 为什么 他们看起来像这个小虾米一样 怎么可以对抗这种大鲜鱼呢 很多人就是知道说 就会解释说 第一他们的热情 第二大家的一种 大家心理上觉得说 他们就是始终如一 非常的坚持 那 那这个是 我们要做很多事情 必须要有的东西 就是坚持 那做下去 终于 那个EPS就 接收了 这样子的一个电话 然后呢 这个EPS到目前呢 他不止 为这个2500个居民 发百分之百 再生能源 而且是完全自主 他们不止是这个样子 他们目前这个EPS 在整个德国 他还供应了 差不多有十万个客户 就是说远在 汉堡这样子的地方 也就是我们知道说 那个黑森林那个地方 在喧闹这个地方 是非常难度的一个地方 他可以到 很远很远都汉堡 这个德国最北端 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的人 都可以得到他们的电 那最后呢 这个 最开始 这位 可爱的 乌属娃妈妈 她有五个孩子 她现在跟她一起奋斗 她现在是个医生 所以呢 他们最后就有三个愿望 第一个愿望呢 他们是希望能够 赶快停掉核电 全世界的核电 第二呢 希望全部用再生能源来取代 而且是越来越快越好 然后第三个愿望呢 是能源正义 那我前阵子这个到达鲁马克的地方去 那听说那个地方的原住民 要为他们的能源正义 因为他们其实没有 没有得到排电多少的电 可是呢 很有可能要在他们那边买和飞料 所以他们在那个地方有非常大的共识 就是说他们要做一个能源自治 那我也刚好看到说他们那地方有水利发电 我想到在德国他们经过那个 重新在启用再生能源的时候 像水利发电 他们就只是在里面稍微改变一下 他的技术 然后就提高了四倍的 就是达到了四倍的效率 那其他再生能源的部分 我是觉得说在德国那么多年以来 他们有很多条件 天然的条件其实并不如台湾 可是呢 他们当时敢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越来越改变他们的技术 然后也是因为他们的努力 我们也知道说 就这样换起全世界各地的利益 大家都共同来做这个赞生能源 最后呢 就让现在的技术越来越好 像比如说太阳门的转换力越来越高 我们的 他们有发现说各地都有各地自己的那个发电的发电厂 就是民间自己的发电厂 就是再生能源跟传统的电力最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在于原来传统的电力是非常集中的这样子的发电方式 当然刚刚田委员讲到了 这个是这是垄断 这是独裁 那再生能源呢 它就真的非常的民俗 它是分散式 就像我们现在用家用PC一样 每家都自己可以有一个PC 对不对 所以是没有问题的 那当然接下来就会涉及到很多像比如说电网的问题 那这层电网也许就是要改变成了一种智慧型的电网 等等等等 那这些问题呢 我想等一下我们这个德国的在台协会的恐龙先生 他会从他的portpoint或者他的介绍里面 我会看到现在德国这个公民电厂 他们的一个现在的一个样貌 可是无论如何 我觉得我们不要忘了 最开始在德国这样子的一个故事 我希望我们有机会的话真的是 不是说我翻译的有多好 而是这部影片 就是让所有不是很专业的人 大家可以从非常非常这个缓慢 他很有地方可以这样想一想的地方 也不要不耐烦 继续看下去 可以得到很大的感动 也可以得到很大的启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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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这下还有一些时间 就是大家如果针对刚才那个芬兰说的事情 也想提问 或者是在场的继续想提问 我们还有一些时间 可以让大家提出来计我的问题 鞋子 是不是你類似貨拿的 最後一套錢 它是用錢去貨錢嗎 沒有 它就是有一個所謂的基金 就是等於算是 銀行提供了獎的一個貸款 那將來它算是一個貸款 可是也算是一個基金 是這個樣子 那它其實是一個 就是基金 那 應該有一個貸款 對對對 貸款 好 那我們接下來的這個時間 就先邀請前 德國經濟辦事處的孔龍總經理 跟我們分享一下 德國的制度上面的公屋頂天堂 怎麼讓他們現在能夠 站到這樣的直扭耳的地位 那剩下的時間也許我們也不在這裡 好 謝謝 謝謝芬蘭 然後也邀請孔龍先生 我們熱烈掌聲 謝謝大家 我一點點餐很高 你還好嗎 只好想給你辛苦 好 謝謝 好 大家好 很願意先自己介紹一下 我叫孔龍 我是之前在德國經濟辦事處工作 從2007年開始 然後我自己的扶子是能源 其實財政能源的推動 接人的推動 然後 次見的意思是 因為我未有三千年後 我就離開了 所以沒關係 我還是在歐洲 在台灣的社會 是那個 No Carbon Initiative的director 然後我已經 七塊八年在台灣 就一直看到 台灣怎麼發展 財政能源的部分 然後看台灣的情況 其實做得越來越好 但是還有空間可以做更多 就是這樣的意思吧 所以大家很辛苦 從人們到政府 到便當 都很辛苦 我今天要談 其實 我們剛剛是 類似是一個 experience 故事 就是他們這麼做 但是為什麼 要考慮到 真的要做這樣的一個 功能能源合作 是要用什麼方法做 我今天就是 二十三中 也滿負責的 其實是一個 這麼可以做的 但是在後面還有很多 很多 steps 但是好消息是 其實是台灣有法律 因為台灣 之間也有 德國的法律 但是其實 這個是日本的時代的時候 日本離開的時候 我們的法律 留下來 但是其實比較有 美國人和台灣的影響 但是其實 你有一模一樣的法律 在台灣 就會有差別 所以我等一下會做 就給你們了解一下 如果你們不懂 德國的事情 因為有很多東西 當然你沒有辦法 穿一百分之一百到台灣 還是別的地方去 你一看我們的 Feed the tariffs 很多國家都用了 然後很多國家 有不一樣的方法 做得比較好 還是做得比較沒有這麼好 但是他們要看他們 情況怎麼樣 他們的市場 很可能 你要了解 剛剛有你們的 case 德國是一個聯邦國家 然後我們其實到 1871年 我們編了一個國家 之前是美國王 所以我們有很多地方 很小小的地方 他們做自己的事情 所以德國人 是一個很local的人 他們先看他們自己的地區 然後看中央政府 所以他們 也要看他們自己的市局 要自己做事情 不會再靠你的政府 當然需要慢慢 但是不會這麼 一直看中央政府 然後德國人 又另外一個 一個歷史有關係 因為1848年 1848有一個revolution 然後這個時候 中央政府很嚴格 關那個freedom of speech 所以德國人說什麼 他們開始做運動會 因為他們可以利用運動會 就做比較political的work 所以從這個時候開始 德國人非常愛協會 都有 從pets到energy到 無所謂 有錯很多協會 有很多activity 所以這也是一個 合作式的background 然後當然我不會再說 你們應該給德國 滿清楚 現在有很多 在台灣很多資訊 有做很多演講 我們其實有 1990年開始 有全部的歐洲 開始 deregulate 他們的市場 他們的便利的市場 所以之前也有意思 其實是monopoly 現在都是free market grint跟power generation 都是free market 大家可以參加 然後200年的時候 我們修那個fit law 就非常成功 加了非常多財神分別 然後這個時候發現 因為你用財神分別 是一個非常decentralized的事情 你不靠一個很大的電池 你有很多很小的電池 所以就開始decentralized 一個market 這個對大公司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他們的business model 非常不一樣 然後你們其實跟他們的 到去年 我們最大的引誘 有說他們不開fossip 因為他們只有虧欠 沒有辦法 現在有很多財神分別 他們其實發電的時候 會虧欠 因為他們就沒有辦法 賣他們的電池 所以我們有一個sizing change 年紀嘛 然後我回下一個 就有下一個 所以我剛剛講 我們的market players 是誰 所以那個big four utility 是四個很大的公司 他們大部分是private 然後我們在德國 也很特別的是 我們每個地方 每個比較大的城市 他們有自己的電廠 然後1990年的時候 到200年的時候 他們就做privatization 他們賣掉 但是你現在看 他們要賣回去 因為他們就是一個 創前很重要的東西 所以我們其實有很多 就是有自己的電池 公司跟電話 然後當然有正式 因為正式他們也會 現在安全太陽的板子 他們的學校 跟台灣一樣 你看台南政府 台北市政府 他們都也有自己 安全這樣的東西 所以他們也是一個agent player 然後在德國也很大 是農業的五地塊 因為他們有很大的土地 所以他們又會安全 很大的太陽能 還是他們有氛圍發油 很多的飯 所以他們也是一個 很重要的類型 然後當然跟台灣一樣 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你自己安裝 跟台灣一樣 你可以自己安裝 你的太陽能板 如果你有固定的話 還是你透過一個合作 去做這個 然後另外一個player 也是一般的融資 因為他們也可以 在他們的工程 還是哪裡也可以 放太陽能板 所以他們也可以參加 這個活動 還是他們也覺得 是對我們的 profit line 很好 還是我們要CO2 savings 還是Apple要求 我們做這個 財神營業的東西 所以他們也會參加 這樣的活動 然後當然很重要 然後這個才 台灣剛剛開始了 一個financing 因為你投資 台灣能還是分離發電的話 這個沒有這麼便宜 你沒有把它自己拿出來 這個也是一個 你不會知道 需要銀行的幫忙 但是台灣剛剛開始了 一個financing 那就錯了這個東西 好 其實這麼錯 因為這個 我這點 我們就看這個領域一下 其實 其實 德國人透過一個東西 是叫合作式 台灣也 台灣這個有在銀行的方面 跟農業的方面 已經有這樣的合作式 合作式其實在德國的方面 是commercial law 是1889年做的 然後台灣有一模一樣 叫合作法 合作式法 就一樣 嗯 合作式的好處是 這個要公開給大家 要參加 你沒有辦法說 只有台南人可以參加 台北人沒有辦法參加 這個法律就不行 你要給大家可以參加 嗯 然後他們最重要 其實在台灣的法律 一條一是一模一樣 是support or purchase of business activities of local people 所以你賣東西 賣東西 還是你給別人的東西 所以你會做一個合作式 最重要是social or cultural open purposes 所以你的目的 他們要傳錢 他們不是給你一個部分 有限公司一樣的 一個壓力所傳錢 因為他們要比較靠 他們social or cultural 然後最近要 我剛剛講過的德國 是比較分餐的 然後靠很多是那個 自己幫忙 自己吃人 自己管 然後 identity principle 的意思是因為 members最大的 最有權利的 所以是identity principle 然後 在德國他們修法以後 就是為什麼很可能 台灣跟德國現在不一樣 你需要最少三個人 參加這個 然後是一個優先的 法律和優先的公司 所以這個意思是 你只有有capital 如果有任何的意外的話 只有capital 他不會追你 然後說你自己拿出來 簽給我 便利於五顆簽 在德國村 我現在有七千六百個合作室 然後其實大部分 真的也是銀行 德國有 在很多比較小的地方 都是銀行 做這樣的合作室 然後另外一個在德國 一定做的是 租債 因為我們德國人 沒有愛買房子 他們叫租房子 所以這個合作室 他們有很多很多房子 然後你可以參加 幫他們的members 可以租比較便宜 他們會做這個東西 然後他們的個人 其實是一個類似 就是混合協會 跟部分有限公司 但是部分有限公司 但是部分有限公司 在德國你需要 500,000 euros to capital 在合作室方面 你不需要這麼多錢 其實沒有限制 你可以只有五千多元 然後一非常重要是 在合作室的話 不是你的capital 是你的vote 所以如果你房間是 一萬塊 另外一個人只有兩千塊 不是你最大的 你們兩個人都有一個vote 所以每個member有自己一個vote 不是他們的capital 所以他們做這個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法 所以這樣是比較合作室的idea 然後我們也有一個 我只是會看他們 在學會官場 魁力 無力 今天當然要問 回我 一切都是沒有 那邊都沒有 在學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